大家好,我是笑米 今天我们吃炖酥肉 我第一次吃这种酥肉还是云南的邻居阿姨做的 有手掌那么大,吃着特别过瘾 猪肉的肥瘦我们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就行 大家可以切成肉条 比我这样的肉片更方便 因为肉片在炸的时候它不好展开 容易粘在一起 面糊要浓稠一些 如果太稀了会挂不住 这种面糊做出来的酥肉 就算是炖煮之后也会非常的完整 不会软烂 马铃薯淀粉,玉米淀粉,红薯淀粉都可以 炸好的酥肉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炖汤 吃不完的就放到冷冻里 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拿出来 萝卜皮要挂两层 这样就不会吃到那些纤维 萝卜也可以直接炖 我这是先焯了一遍水,可以去掉一些生辣味 还可以用猪骨,排骨来代替酥肉 炖出来的汤也非常好喝 炖汤的时候我们来做个蘸水 这个蘸水拌凉菜也好吃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开水煮一些白菜 土豆或者其他蔬菜蘸着吃 又简单又好吃 因为我是要蘸着蘸水吃的 所以汤里的盐加的不多 这样既可以喝到香浓的萝卜酥肉汤 又可以用萝卜蘸着蘸水吃 这汤里有酥肉先炸后炖的香浓 也有萝卜的清甜 还有草果的香 喝着很舒服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